嗨,大家好 我現在在 Melbourne的 Nike Employee Store外面 因為我上班的地方 Nike的在澳洲 還是在Melbourne的 Head Office就是它的總部 就是在 我的辦公室同一棟 然後所有同一棟 上班公司的員工 都有被邀請可以來 他們這個 Nike Employee Store一次 所以我今天 就專程 來參觀 然後之前是聽人家講說 事實上是 就像是一般的 Nike的商店 可是東西的選項可能是 就會比較便宜 但是說真的聽說是也沒有 很好但是我現在要跟 Annie就是一起進去 看看你看她在旁邊等 哈哈哈哈 我們要一起進去逛一下 然後 她有一些限制 就是譬如說你不能穿 Nike的競爭對手的 品牌的衣服進去 然後 然後 也只能進去一次 然後 直到五月底 然後 最多一個人可以花一千五百塊澳幣 然後 差不多 差不多就這樣吧 事實上 我的期待是沒有很高啦 因為她畢竟 這裡畢竟不是美國啊 不是哪一些 你知道 雖然是 就是 不是潮流 那些 Nike文化 就是潮鞋啊 那些 品牌的文化 很根深蒂固的地方 所以我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期待 不過那我就先去去看看吧 到時候 呃 逛完之後 再來 跟大家分享 到底好不好玩 OK 拜拜